这个是二年级的英文 二年级的英文 就是上次呢老师有教你们做这个功课了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讨论 OK 我们来看这个 Take the correct sentences Correct the mistakes in the space provided The first one has been done for you 所以呢就是打勾 错的话呢就要写下来 所以哪一个是对的呢 第一个是错了的 他已经是写了对的答案 第二题 There are five ducks in the pond Circle Five ducks 所以有五个鸭子 还有放s 所以是对的 第三题 The hand has six yellow cheeks 他说了已经是有六 yellow cheeks对吗 所以应该是要 放s cheeks要放s 所以你们就写在这边 第三题 The hand has six yellow cheeks 要放s的 好 第四 The monkey has two arms 这个 two arms 有放到s 所以对 My father wants a hammer a hammer 一个罢了啊 所以是错了 不应该要有s 所以第五题 你们就写下来 下面这边 不应该要有s的 第六题 She is planting a mango trees 而是一个不应该要有s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把它写下来 写对的 写没有s的 第七题 These are my erasers This This呢 是这些全部都是我的交叉 所以是对 第八题 第八题 Those dress are yours Those Those呢 也是代表很多个的意识 所以呢 Dress呢 我们要放s s的话 你记得吗 是可以 只是放s吗 就变三个s了 就很奇怪了 应该要加了一个 es Dresses 也是一样 第八呢 写在这个横线上 好 然后我们看下面的这个 write this Look at the pictures Complete the sentences 我们来看 那个照片 有多少个呢 我们就可以填下去了 好 第一题 There are什么 on the plate 看一下这个图画哦 这一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是 叠 叠 我们叫plate P-L-A-T-E plate 这样有两个 两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 Two plate Two的话 plates 我们要加那个 s OK 所以呢 变成 There are two plates on the table 怎么spell Two会spell吗 T-W-O-Two Plates 要加 S-P-L-A-T-E-S Plates 好 第二题 I have什么 in my bag 如果老师讲太快的话 你们可以就停一停 那个video 然后再继续对答案哦 好 第二题 I have什么 in my bag 是什么来的啊 我们看那个图片 书对吗 你们看得到有几本书吗 这里有四本书 所以呢 你可以就写 Four books 记得哦 四个 所以要放S的 F-O-U-R-F-O-U-R-F-O-O-O-K-S 鸡蛋对吗 你们有看得到是多少粒鸡蛋吗 只有六粒对吗 所以我们就写 There are 6-X in the neck 6-S-I-X 6-X E-G-G-G-S-X 好 第五 I can see什么 on the floor MAT 对吗 所以是一个罢了 用A A M-A-T 地毯 好 这样子呢 我们就来看新的一面哦 OK 我们看新的一面 好 这里 Read the information about Jason and Suliza Then complete the description about them 我们要这里呢 我们要看他们的那个 什么啊 Information 关于到 Jason还有 Suliza的这个 Information 然后呢 我们就要Complete 好 我们来看 Name 名字叫 Jason Wong Date of birth 他的生日日期 生日 出生日期是 April是4月24号 2010年 然后他几岁呢 他是18岁 sorry 9岁 9 years old Address 他住哪里呢 住 这个地址 对吗 然后Hobbies 你们有看地址吗 地址看到这个 Selengo 是州 OK Bertaline Jaya 是 那个地区 然后呢 Jalan Setia 是那个Jalan几号 然后18号是他的门口号嘛 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看 Hobbies 他的爱好是什么呢 Playing football 玩足球 Computer games 电脑的游戏 还有睡眠游泳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 Suliza Suliza Binti Ramat 这么名字 这样长呢 很明显 他是 鬼教徒 然后呢 Binti呢 代表他是女生 然后Rahim 是他爸爸的名字 好像跟我们一样的 我们华人Wong 就是跟爸爸的姓 然后马来人呢 是名字的 是放在后面 我们放在前面的 然后Suliza才是 他本身的名字 他在几时生日啊 2月14号2011年 OK 然后他几岁呢 他是8岁 1年 他住哪里啊 住在Sha'alam Jalan 16-45A 然后呢 爸爸's name 爸爸的名字是 Rahim bin Selamat 看到吗 爸爸是男的 男的是用Bin 然后他爸爸的名字叫Rahim 所以呢 他是他女儿 所以他爸爸的名字 会放在后面的 这是马来人的区别 我们华人呢 是跟爸爸的姓 Wong 然后你也是姓Wong 这样子 Father's occupation Occupation是Doctor 就是他爸爸的职业 是医生 好 A 我们来看这里哦 This is Jason Wong 这一诗 这个是Jason Wong He was born on 他出生在 几十啊 你们就写下来 He is 什么呢 He live at 他住在哪里呢 其实跟这个顺序一样的咯 他是几十出生 然后他几岁 然后地址 然后他的Hobby 看到吗 然后呢 这个Sulisa的呢 也是一样 你们用为一样的东西 写下来而已 好吗 就用为一样的写下来 只是换不同名字 生日日期 地址 那一些 还有呢 这里呢 还有加多 他爸爸的名字 还有爸爸的职业 给你们照写下去 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好 然后呢 再来呢 这个exercise 4 这边 Susilla and Elvin are your friends Use the words even to describe them 什么意思呢 Susilla 还有这个 Elvin是你的朋友 然后呢 用些字去形容他们 OK 用些字去形容他们 然后你们就把那个字 写下来 这边有六个的 OK 所以这六个呢 是给你们去写下一个句子 用 写下一个短短的句子 就可以了 就是用 这边他给的字 怎么说呢 Susilla girl 我们可以怎么写啊 写成句子啊 写在这边的 OK 我们可以这样 Susilla is a girl 然后full stop 句号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然后9 years old 我们应该怎么写 然后year three 他是三年级 long hair 他有长头发 wear skirt blown 他在穿着裙子和衣服 这个是brown 然后这个是skirt thor 他很高 OK B呢 这个也是一样 你们写成 一小句一小句 在旁边那边 Elvin 是他的名字 boy 男生 8 years old 8岁 year two 二年级 short head 他有短的头发 weigh trouser sweater OK 这个呢 是trouser 然后这个是sweater 然后他short 他比较矮的 OK 你们就试下做 敢敢去写罢了 因为错了 没有关系的 老师会讨论的 好 然后呢 再来呢 我们来看这里 family members OK 还有我们做什么 我们看exercise 1 look at the family tree and read the passage carefully then fill in the blanks correctly with the given words 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表 这个表你们有学过吗 如果没有学过的话呢 你们尝试下 拿一张白纸 做一做你们自己的这个 叫family members 这个family tree 这个整个东西叫family tree 就是由谁开始做呢 最上面这边是 公公婆婆 OK 你的公公的婆婆 然后呢 你公公婆婆呢 生了你的 可能生了你的爸爸叫 在这边 然后你爸爸跟你的妈妈结婚 就有了你 可能这个就是你 可能你的公公 还有就是 生另外一个孩子 可能是生另外一个女儿 然后这个女儿呢 他又嫁了给这个老公 然后生出了 这两个的孩子 OK 你们试下做你们自己的哦 你们可以看一下 哪一张白纸来做 OK 但是呢 这个family tree呢 当然是属于 他们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要看一下这边 有没有一个楼梯啊 这个楼梯是要把这些字呢 填进去的 我们看第一个字 son son 是儿子 安是阿姨 爸爸爸爸 哥仁 亲戚 OK 好 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这个 恩杰卡妈和 Puan Hanisha are husband and wife OK 恩杰卡妈和 Puan Hanisha呢 她是 husband and wife husband是老公 wife是老婆 They have two children Duff and Hanishan 他们呢 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Duff 一个是Aisha 然后恩杰卡 Duff is Alif 恩杰卡是Alif的 谁呀 你们就填下去 Puan Hanisha 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女儿 daughter是女儿 There are Musa and city Puan Rosita is city Puan Rosita呢 是 city的谁 看到吗 应该是city的谁 然后 Alif Musa and city Alif Musa 还有city 他们是什么关系 所以你们要填一填下去 然后呢 最后一面呢 就不要管它 你们就做这三面就好了 然后我们在课堂上 会讨论 所以就到这边